大家好,我是Jimmy,欢迎来到Jimmy调查局 在英国斯塔福德郡郊外的一个宁静的夜晚 李和凯特正在庆祝他们结婚7周年的纪念日 李送给妻子一支永恒婚戒 而妻子为他点了一份外卖来庆祝 晚餐是他最爱吃的印度咖喱 外加一瓶红酒 35岁的李有深爱的娇妻和孩子 宽敞的新家和稳定的工作 他用努力迎来了人生巅峰 但从2005年4月4日这一天开始 他将迅速坠落到谷底 之前李已经有好几个礼拜身体不舒服 当晚吃完饭李更是呕吐不止 接下来病情继续恶化 五天之后李被送进急诊室的时候 他的左脚已经不能走路 呼吸困难,下巴合不上 甚至不能正常小便了 在医院李经常陷入休克 他眼看就要不行了 李·奈特在斯塔福德郡的工程机械公司JCB 担任主管 结婚照片上的他28岁 看上去有点显老 他的妻子叫做凯特 比李小九岁 两个人相识是在一家小酒馆 酒馆是家夫妻店 里面唯一的女服务员 就是老板刚成年的女儿凯特 当时李还是一个汽车修理工 他对活泼外相的凯特非常着迷 总拉着朋友去酒馆里喝酒 为的就是和凯特聊上几句 不过凯特的男朋友 总是不合时宜地出现在柜台前宣誓主权 这让李很是不爽 东去春来 1998年的3月 李迎来了他生命中最美好的春天 听说凯特和男友分了手 他的机会来了 李对凯特展开了公式 两个人迅速坠入爱河 李迫不及待地把凯特带回家见了父母 初次见面凯特就没把自己当外人 翻箱倒柜地找茶喝 李的母亲对凯特不太满意 觉得他年纪小 处事也不成熟 不过一个月以后 两个人还是结了婚 因为凯特怀孕了 为了养家婚后的李拼命工作 他每礼拜上满七天半 工作50到54个小时 拿回家500英镑 凯特也显示出了上金心 他上了夜校 其中一门课是金融与会计 他学到的知识将在他未来的生活里 起到关键的作用 因为李把家里的财政大权交给了他 李入院以后 凯特告诉医生 他的老公每天无酒不欢 李被诊断出肾衰竭的症状 为了挽救他的生命 医生用透析机代替肾的功能 来净化他的血液 病因迟迟查不清楚 眼看着李的状况一天不如一天 医生决定做手术 手术之后 李有一半的机会能够活下来 但是如果不做手术 他一点生存的希望都没有 医生建议李的家人来病床前做个告别 所有能来的人都来了 除了妻子凯特之外 李的岳父跑到家里 在卧室里他找到了凯特 凯特跟父亲讲 他会过去看老公 但是等到手术都做完了 他还是没有出现 李的母亲和凯特相处几年下来 觉得他的这个儿媳妇 好像生活在一个幻想的世界里 说话有点不着调 有一次一个亲戚说自己怀孕了 凯特随口就说 啊 我也怀孕了 过了一个多月他又说 哎 孩子没保住 又有一次凯特跟婆婆讲 公司允许他在家里工作 工资照拿 但是别人从凯特那里听到的版本是 他在公司摔了一跤 所以以后每个月公司 都要发他一笔残疾津贴 但真实的情况是 凯特被任职的呼叫中心炒了鱿鱼 结婚以后凯特陆陆续续 换过好几个工作 但每次都做不到几个月就不干了 不过凯特似乎总不缺钱花 大手大脚的他 很多衣服和物件 甚至买回来没多久就扔掉了 因为凯特没有工作 所以李每个月都给他几百英镑的零花钱 但是凯特的私房钱的主要来源 是两笔总价为一万七千英镑的个人信用贷款 还是因为他没有工作 所以他伪造了丈夫的签名 以李的名义贷到了钱 为了防止还款的账单寄到家里被李看到 每个月凯特都会亲自跑邮局 第二年2004年 也就是李病倒的前一年 李在JCB开始带团队 升职以后年薪也涨到三万六千英镑 他给凯特和儿子换了一间有三间卧室 总价十二万五千英镑的新房子 李从银行按揭贷款总价的45% 大约五万五千英镑 但是李不知道的是贷款的金额 后来被凯特提升到接近十万英镑 翻了一倍 多出来的房贷款被凯特取出来 布置家居和铺张消费 以及偿还之前屡打滚的个人贷款利息 然而只有出账没有进账的凯特 这样拆东墙补西墙 债务仍然像雪球一样 越滚越大 此时的凯特已经失去了上班的心力 在他心里面能够把身上的负债 一笔勾销的办法 只有老公意外深固的这一条路了 按照他的计算JCB的抚恤金 能达到25万英镑 还债绰绰有余 其实凯特把钱多算了一倍 他顶多能拿到13万英镑 但对凯特来讲 真正的麻烦在于李特别健康 在过去的两年里 他只请过两天病假 所以凯特决定推特一把 2005年4月 李的手术结束了 好消息是李捡回了一条命 但坏消息是 手术后他一直昏迷不醒 陪在李身边的主要是李的父母 凯特偶尔会带着儿子 来到李的呼吸机旁 看望他 医生对李做了活体检验 在他的肾脏里发现了一次以二唇中毒产生的晶体 不过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中毒 医生仍然搞不清楚 有一天在李家附近李的表妹碰见了一个邻居 邻居打了个招呼说 好像一个多月没看到李了 表妹回了一句 是啊 他中毒以后病得越来越重 现在进了ICU 还没醒过来呢 听完这句话 邻居突然皱起眉头 脸色越来越难看 这位邻居名叫沙拉约翰逊 也是一名家庭主妇 他的家和李的新家 仅仅隔着三栋房子 他和凯特偶尔碰面 彻舌家常 2004年的某一天 凯特突然问了沙拉一个奇怪的问题 你认识杀手吗 我一个朋友愿意出5万英镑 雇一个 沙拉没把这个问题当回事 他觉得凯特是在开玩笑 就算凯特真想雇兄 又怎么会选择在大街上问 况且他们才刚认识一个月而已 沙拉这时候还不了解凯特 他不知道凯特这个经常独自在家 热衷幻想又关于撒谎的嘱咐 还有个特点 就是话特别多 凯特的这张嘴 最终会把自己送进牢房 几个月以后 沙拉路过凯特家附近 听到凯特在大声讲电话 问能不能买上10粒某种违禁药片 挂断电话以后 凯特对沙拉讲 她最近在研究人的体重指数 和服药剂量之间的关系 沙拉听得莫名其妙 又过了好多天 沙拉被凯特邀请到家里喝咖啡 凯特神神秘秘地从厨房水槽下面的柜子里 拿出个白塑料瓶 让沙拉闻 沙拉说闻起来像汽油或者柴油 还有点甜 凯特说这是冰箱用的除冰剂 接着他往一杯红酒里加了一点除冰剂 又让沙拉闻 这次沙拉说只闻到了葡萄酒的气味 凯特自言自语地说 是吧 那昨天他怎么说有一股淡淡的铁皮味呢 明天我再用咖喱试一试 第二天就是凯特和李的结婚纪念日 凯特的那个白塑料瓶里面装着的 不是除冰剂 而是防冻液 也叫发动机冷却液 对维持汽车引擎的运作必不可少 但是对人体却极为有害 冷却液确实有股甜味 里面的主要成分乙二醇 如果进入人体 会像酒精一样让人产生醉意 但和酒精不同的是 乙二醇会顺着循环系统 在肾脏 肠道 甚至大脑各处 和人体中的钙发生反应 接触致命的晶体 某一天沙拉又碰见了 正在遛狗的凯特 两个人闲聊之中 凯特说了一句 活体检查没发现任何问题 这事成了 在和李的表妹碰面之前 沙拉一直没意识到 这事成了是什么意思 李的表妹跑去医院 把她听来的话 转告给李的母亲 李的母亲又赶紧告诉医生 医生听完站了起来 说我给你一个建议 去报警吧 现在就去 2005年5月 警方上门以谋害未遂的指控 将凯特逮捕 警方在厨房的水槽下 找到一瓶1000毫升装的防冻液 里面还剩下840毫升 警方还缴获了家中的电脑 凯特清空了浏览器上的搜索记录 但专业人士还是把数据恢复 结果表明凯特搜索过防冻剂 违禁药过量和液态铁剂 等等关键词 凯特的解释是 他在学习如何能缓解老公的病情 可是这个谎言很快就被拆穿 因为他搜索的时间是在李发病之前 凯特被关进监狱候审 在狱中他在一封信中写道 在这里有糖吃 就像住连锁酒店一样 在后来的初审听证会上 凯特否认了他在李的酒和食物里 掺入防冻液 谋害亲父未遂的指控 法官允许他保释 出狱之后 凯特带不走住在爷爷奶奶家的孩子 他就回家 拿走了所有值钱的东西 之前家里的狗被寄存在宠物店 凯特对宠物店老板说 医生已经宣布李抢救无效 他如今要去投奔法国的亲戚了 凯特又撒了谎 他在法国没有亲戚 他去了100公里以外的威勒尔 并且和另一个男人住在了一起 就在凯特另结新欢之时 可怜的李仍然在医院里昏迷不行 手术以后他昏迷了多多16个礼拜 才终于恢复了意识 如果医生在手术前就知道 李是以二纯中毒 也许他的视力和听力还有得救 但是如今李已经双眼失明 失去了大部分的听力 每周还要透析三次 当李从母亲那里得知 害他的竟然是他深爱多年的娇妻 更让他备受打击 他还记得刚进医院的那几天 护士只允许他每天喝一点点酒 在医院里凯特为他倒的酒味道很奇怪 他还以为是自己的味觉出了问题 现在他才意识到即使他进了医院 凯特也没放过一点点害他的机会 时间来到两年之后 对凯特的审判即将开始 检方面临巨大的挑战 证明凯特有罪并非意识 最强有力的证据 也就是残留在李体内的中毒物质 在挽救他生命的透析和手术之中 绝大部分已经被清洗出体外 检留下少量的晶体 尽管有李和邻居沙拉的证词 外加残留的防冻液 以及网络搜索词等证据 但是没有人目击凯特下毒的经过 如何让十名女性两名男性组成的陪审团 做出有罪的判决呢 警察官决定让李亲自出庭指证自己的妻子 于是一家大学的实验室为李做了手术 用两个人工耳窝让他恢复了部分听力 2008年2月案发近三年之后 李在两名工作人员的搀扶之下 现身说法 对比十年前刚结婚时的样子 李如今的惨状 对陪审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凯特出庭的五个小时里面 他没有对李表现出一丝的悲伤或同情 他坐在正人席 嚼着口香糖 还不时在纸上写写画画 和初审的时候一样 他仍然否认所有指控 他说以为李只是得了流感 他把老公的病情归咎于续酒 他说工作日的晚上 李回到家以后就会一瓶接一瓶的喝 平均每晚都要喝半打黑皮 而且经常他还自己配鸡尾酒 混着红酒 威士忌和杜松子酒一块喝 可他还说因为酒喝的凶 李在家里经常对自己动手 这一点遭到了李本人的否认 在庭上凯特没有提自己肆意消费 欠下巨额债务的事实 而检察官却不会放过这个话题 因为这才是案件的起因 在长达三周的审判之后 陪审团花了八个小时 一致认定凯特有罪 法官在宣读判词时说 子弹能很快结束人的生命 但防冻剂却会造成长期的痛苦 虽然李幸运的活了下来 但凯特的罪行在谋害未遂的情节里 是极为严重的 法官最终判决凯特30年监禁 15年之内不得假释 在医院里听到消息的李高兴地举杯庆祝 医生允许他喝上一瓶啤酒 在身体好转一些以后 李回到了JCB和老同事们见了一面 不过他却再也不可能回到工作岗位上了 一个好消息是李的兄弟迈克尔 愿意捐出一个肾脏 而就在李等待肾脏移植的日子里 他意外地收获了爱情 比李大上四岁的护士Jackie 陪伴他每周三次 每次四小时的透析 因为李看不见 Jackie在他的手掌上画字母 与他交流 这种特殊的手语 渐渐促成了两个人之间的缘分 后来李的肾脏移植成功了 2011年5月又是一个春天 41岁的李和Jackie举行了婚礼 生活展开了崭新的一夜 而那时的凯特正在狱中 他的行期刚刚过去十分之一 感谢你聆听今天的故事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还不错 请点赞关注或者订阅 来支持我的频道 我是Jimmy 这里是金密调查局 我们下期再见